廈門漁船越界遭到金門海巡追砌 造成兩死的事件造成兩岸氣氛緊張 而今天中國大陸海警局公布福建海警艦艇編隊 在金門附近海域加強執法巡查的影片 其中有一艘排水量超過2000噸的艦艇 原本是中共海軍的飛彈護衛艦 對台施壓意味相當濃厚 國運黨立委徐巧新則是爆料 海委會主委管碧林在綠營群組內下指導期 要把事件導向是中共認知作戰 不過對此民進黨立委洪生漢則是反擊 說徐巧新的邏輯不同 用廣播大聲放送 要求靠近的漁船回應 中國在微博上發布福建海警艦艇編隊 在金門附近加強巡查的影片 中國海警拿著望遠鏡監視對岸 疑似就是金門 會大力執法就是因為一週前 有廈門漁船越艦 遭金門海巡追氣 釀成兩死意外 中方宣布沒有進遷之水域後 一連好幾天海警船就在經上海域繞啊繞 還有一艘排水量超過2000噸的艦艇 原本是中共海軍的飛彈護衛艦 出動巡查 對台施壓意味濃厚 讓民眾也感到有些不對勁 就擔心漁民生計受影響 兩岸持續密集協商 而原先都是由民間相互溝通 現在我方拉高層級到陸委會主導 據傳金門地方人士埋怨 陸委會硬生生把小事搞成大事 就擔心難以收場 海巡的主管機關海委會則無旁待 卻衍生出案外案 國民黨立委徐曉欣臉書PO出截圖 表示海委會主委管碧林在綠營群組中 強調抓到越界漁船都是拘留重罰拆解 不會就有驅離 徐曉欣質疑管碧林廣發訊息 要求黨內口徑一致幫忙善後 國民黨總是跟中國想要的邏輯 是相同的 學委員一直以來東拉西扯 很難知道就是洪生和委員 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應該要有的監視器 用這麼模糊的態度 不願意公開真相 驚嚇海域漁船越界引爆衝突 連國內政壇自己都吵不停 今天王家具副市長王偉晨 台北金門 蒼文報導